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711张枯叶蛇 在叶浩轩洒出的圆圈内 这些枯叶蛇便不再向前进一步 它们堆成一堆 在圆圈内不停地翻滚着 那场面看起来让人感觉到有些惊悚 这是什么 酒妹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轩手中的小瓶子 要知道 这些枯叶蛇在这一带 几乎是无敌的 它们无视任何蛆蛇药粉的 可是叶浩轩随手撒出一些洒 它们就不敢再向前一点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自制的灭蛇粉 叶浩轩笑道 这与你们这里蛆蛇人的灭蛇粉有些不太一样 你们这里蛆蛇人的蛆蛇粉 大多数是靠气味的 但是我这个不是靠的气味 而是靠的杀伤力 这能杀死蛇 酒妹明显地不幸 当然 叶浩轩打开瓶盖 撒在一条侥幸跑到自己跟前的枯叶蛇身上 随着那一点粉末沾到蛇的身上 那条蛇的身体马上剧烈地扭曲了起来 而且它的身上散发出一阵阵的清烟 不到五秒钟 这条蛇便翻过肚子来 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它身上被撒上粉末的地方 就好像是被强酸给腐蚀了一般 好厉害 酒妹好奇地看着叶浩轩手中的瓶子道 这能伤到人吗 不能 只对蛇有效 再厉害的蛇 遇到它 只能是死路一条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村子一定是出什么问题了 酒妹看着这一团团在白色粉末自中间处扭曲的蛇 她有些忧心忡忡地说 看来这次的瘟疫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这里风调雨顺得太久了 所以现在要出些事情了 一镜 必有一栋 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规则 村子里的事情 恐怕还是些麻烦事情 叶浩轩看着那地上扭曲的枯叶蛇 她不自由主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竹林深处一抹寒一袭来 随即隐约的影子在竹林中一闪 迅速地消失 什么人 叶浩轩喝了一声 一步踏出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迅速地向那条影子所在的地方掠去 几乎是瞬间 她到达了刚才那影子出没有的地方 只是这个地方的竹叶 随风而去 四周却静悄悄的 愣是一条人影也没有 叶浩轩的感知力 向四面八方发出 四周一片宁静 根本没有什么活物 怎么样 有人吗 九妹跟着叶浩轩跑了过来 没人 叶浩轩看了看四周 但我觉得 这里不是太安静 那里 九妹突然向一团茂密的紫上面一指 只见竹子上面被挂着两个人 从两人的服饰上来看 是一男一女 叶浩轩右手一指 一抹真气横扫在竹子上 轰隆隆树声响 只见挂在竹子上的两个人跌倒在地上 两人的衣衫不整 显然是和李春雨的两个同伴是一样的 他们的脸上同样挂着激情时的笑意 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刚死不久 体温还在 叶浩轩伸手在两个人的身上探了探 两人死亡的时间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 是他们 九妹吃惊地看着这两具尸体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你们村子里尸吗 叶浩轩看了一眼九妹 是的 女的是一个寡妇 男的也是一个单身汉 前些年死了妻子 他们 他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九妹似乎有些接受不了眼前的事情 单身男女 在一起很正常啊 他们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非要在这里偷偷摸摸的不行呢 叶浩轩十分不解这里的风俗 似乎就算是苗族 也没有死了对象就不能再婚的规定吧 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再婚 九妹神色复杂地摇摇头道 死了就是死了 不能再次结婚的 不然的话会引起山神震怒的 你们所谓的山神 管的也未免太多了吧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说 单身男女在一起 我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妥 他顿了顿又道 那你是不是又认为 这是山神对他们的惩罚 是 绝对是的 这是山神对他们的惩罚 尽些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在你来之前 有一对和他们一样的男女 被拖去进了猪笼 九妹道 至于这么残忍吗 叶浩轩无语的摇摇头 因为他们这样做会连累整个村子的 九妹急切地说 这是真的 你怎么不肯相信呢 我们村子的瘟疫 还有他们的死 这已经说明了什么 他们死于骨 叶浩轩取出银针 在他们身上刺了一下 那根银针的颜色缓缓地发黑了 他站起来举起手中的银针道 你比我更清楚 这种情况是属于骨毒 是骨 九妹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银针 他有些疑惑地说 难道不是山神做的吗 绝对不是 叶浩轩肯定地说 如果真的有山神的话 他绝对不会大费周折地给你们的村民们下骨的 他会直接让他们死 难道是许婆婆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他 九妹还是不相信 带我去他那里看看吧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弄清楚 叶浩轩道 瘟疫也好 骨毒也好 都是需要查明的 否则的话 你们的村子将永无宁日 他不见外人的 尤其是你 不是我们的族人 他更加不会见你的 九妹摇摇头 那就算了 反正我也只是一个路过的 瘟疫的事情 还有骨毒的事情不查清楚的话 死亡还会继续下去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这 酒妹犹豫了 她低下头想了半天 然后这才下定了决心 她点点头道 我先把族长叫来 把这两个人的事情处理了 晚宴本来就已经快结束了 不少人喝高了 已经回去了 被晾了大半夜的医疗小队 早就到住的地方睡觉了 他们这一次来这里受到了冷落 恐怕以后打死都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了吧 村长和十几名村民举着火把走了过来 看到两人的尸首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组长 他们做这种事情 已经惹山神不高兴 有个村民 看组长的脸色 有些不太好看 在一旁提醒道 因为这个小山村有这里的规矩 像这种偷情的 都会进猪笼的 如果不死 那说明是他们的造化 如果死了 那就说明他们两个在一起惹得山神不高兴了 这村子的规矩存在 已经有几百年了 在这几百年里 有几十对单身男女私会 都被进了猪笼 而这些人没有一个能熬过一炷香火这上岸的 其实有些人清楚 这是一种陋习 但是因为村子里的传统在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选择沉默不言 把他们埋了吧 组长挥挥手就葬在这里 组长 他们的尸体不能埋在我们这里的 他们是被山神降怒而死的 有个村民说 你真的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山神的存在 组长突然转过身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愤怒 就像这次瘟疫出现的时候 很早 我就要求向政府汇报 让政府派人来救援 可是有谁支持过我 你们宁愿相信古婆 能用她的污力感召大污 也不相信 现代的医学手段 如果早一点有医生来 我们这里也不会死这么多人 如果你们不是那么愚昧 你们的家人也不会受了这么多天的苦 什么乌神 什么山神 狗屁 组长越说 越激动 男人死了老婆 要光棍一辈子 女人死了丈夫 要守寡一辈子 这是谁的规定 他指着躺在地下的两个人喝道 他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的 可是 就是因为几百年传下来的陋习 所以 他们才会偷偷摸摸的出来 组长 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们死了配偶 是不能再昏的 那个说话的村民显然已经被村子里的传统给洗了脑 他有些激动地说 为什么不能再昏 叶浩轩接过了他的话题道 你们的习俗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传过来的 我今天在你们的村子里走了走 我觉得 你们村子以前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村子的 是的 整个湘西 最大的一个寨子 组长的神色有些落寞 可现在为什么你们寨子里的人 没有其他寨子里的人多呢 我看了你们的房子 有好多破破烂烂的 应该是没人住了吧 你们这里的人丁不忘 再过几百年 而且还在减少 年轻的人 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了 因为他们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 所以 以你们村子里的人 会越来越少 叶浩轩道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你们封建自闭 可是这传统 有人争辩道 你们的传统 允许你们相信 除了苗医之外 其他的医学吗 叶浩轩看了那村民一眼 不 不允许 村民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们这里生病了 只有请古婆去与巫神沟通 或者去祭祀我们的大巫 给山神上贡 求他保佑我们 不再来